香港人天性喜歡看樓 不知道你對歐洲的樓又有沒有興趣呢? Hello 我是李倫 今天很難得在瑞士找到一家未租出去的屋可以給我參觀和拍照拍片 所以就想趁這次的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瑞士的樓是怎樣的 順便也可以趁這次的機會說一下如果你第一次在歐洲租樓的話有什麼要留意 好 我現在立刻出發 簡單說少少這間屋的資料先 今天我看的單位是位於瑞士巴薯市的市中心 它和火車站在一條街上 所以你走過去只需要8-10分鐘的路程 而且在家樓下就直接有電車站可以兩個站送到你過去 住在大街上的好處當然方便 在這條街上你已經可以找到油局 超市 電器袍 健身室 餐廳 和便利店 有辣就有不辣 住在大街上交通相對會比較繁忙 不過如果你只住在香港市區的話 我相信瑞士的噪音對你來說都不算是些什麼 一進到門口你就會看到一個不像圓關又不像客廳的位置 這裏都是給你放鞋子和雜物 而且可以通到所有的房間 我們先看看客廳 這個客廳已經是香港整個廣場的尺寸了 我想這個客廳就算你放了架子和雜物 都會剩下很多位置讓你走進去 都不需要怕 不夠位了 如果打斜走我要多少步才走完呢 1 2 6 17 18 18步 有沒有人覺得門口這個位置有點曬 因為這麼大的空間 其實除了你放鞋子之外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其實如果把這棵牆拆掉的話 把這兩個部分連在一起 已經足夠客廳的大小 這裡就可以隔多間房 接著就到廚房了 廚房都很大 業主都剛剛把所有東西都翻新過 你看到他們包了的爐頭 升盤 焗爐 洗碗機 雪櫃 都是全新的 而儲物空間來說 他們都安裝了很多個櫃給你了 這裡是一個三層櫃 可以讓你放一些垃圾的東西 糟了 我不知道他弄爛了個櫃 現在關不上了 還是不夠他了 然後再看看浴室 哇 這是什麼 浴室看上去就不是特別大 不過必要的設備 例如洗手盤 坐廁 站桿 以及鏡 都是全新翻修的 門口旁邊 都有一個落地的儲物櫃 不知道這裡夠不夠你放所有東西呢 還有這隻新式的暖爐 就省位很多 還可以給你掛毛巾 你真的住在這裡 買兩塊櫃去遮掛窗 如果不是洗澡被人看到了 然後就到睡房了 睡房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不過它的間隔是四四方方 所以放在傢具也很方便 還有它有落地窗可以走到露台上 所以採光和透氣也不錯 最後我們看看露台 這個露台真的可遇不可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單位是這棟大廈的最高那一層 所以露台的視野和陽光都不會被人遮蓋 而且整個露台都包住在裡面 在露台上放燒烤爐和湖外沙發都有非常充足的空間 這麼大的露台不單止一個 這個單位有兩個這樣的露台 這邊是向南的 所以陽光比較多 可以讓你在這裡種植物 曬皮也沒問題 剛才那邊的露台是向北的 望遠景 那邊想坐一下 休息一下 那邊會比較好 其實這個單位偷情真的是一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露台是睡房連到廚房 然後廚房還可以走出去 好 回來了 那好了 看了這麼久 你最興趣想知道這個單位要租金的多少錢 那先說一下 這個單位是一個車廁的選擇 一來它在市中心裡面非常接近火車站 二來它所有的東西都是全新裝修的 所以這個單位的月租是2200到2400元 可能你會說 哇 很貴啊 會不會有一個便宜一點的選擇 那其實也有的 如果你肯選擇一些舊一點的房子 和不在市中心裡面的話 大約相似大小的單位 我想1500到1800元 你已經可以租到的了 不過就是提回來了 歐洲的房子 逛逛逛逛都過八年歷史的 所以如果你想選擇一些舊一點的房子 來租的話 你就要自己留意一些設施的新鎮程度 例如暖爐夠不夠暖 和水喉會不會不夠力 好了 回到來就想說一下 如果你第一次去歐洲租房子的話 有什麼要留意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租金的問題 在瑞士來說 你的租金是不可以多過你人工的三分一 假設如果你的人工是3000元瑞士法郎的話 你租房子的話 最多只有租1000元而已 因為就算你簽了合約也好 只要你的租金是超過你的人工的話 瑞士政府也是不會批你的申請的 那就不要看完很多樓價 剛好心想才發現自己租不到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Deposit的問題 在這邊租房子 通常你會給兩到三個月的租金做抵押 這件事就是保障房東的 如果租客對家屋有什麼破壞 或者沒有準時交租的話 那房東就可以直接在這筆Deposit購錢 不過如果正常來說 準時交租 或者沒有做任何破壞的話 你搬走之前就可以拿回這筆錢 第三件事就是合約的時場問題 通常有兩種合約的 一種就是有限時 這種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跟房東談好了 你要簽一年兩年三年 那你合約完了搬走就沒問題了 但如果你要簽第二種沒有限時的合約的話 那你就要留意了 在瑞士來說 你要最少給三個月時間 去通知你的房東你要搬走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房東就可以跟著時間 就扣回這筆錢去做違約金 那如果你說你真的要搬走 但你又不想付違約金的話 可以怎樣做呢 這個時間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找一個人去代替你的合約 那這件事你就要自己負責了 房東是沒有二妹幫你找的 如果你說你真的找到這樣的人的話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付錢了 那最後一件要注意的事項 那最後一件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當你搬走的時候 你就要保持回整個房子的狀況 像你第一天搬進來這樣 這件事不單止包括 要將所有不屬於這裡的家宵搬走之餘 所有的牆身地板和窗 都要保持乾乾淨淨和沒有花沒有蘭 那這件事我就建議你找回清潔公司幫你 那就不要自己搞了 因為如果有什麼不滿意的話 清潔公司是付完一次錢之後 他們就會全權負責的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理 而且房東也不是那麼簡單 才可以應付的 通常他都會請一個負責人來幫你檢查 保證所有事情都是乾乾淨淨一層不染 他才會肯讓你順利退租的 如果你說你想省這筆錢 你自己清潔的話 你就要來來回回走很多次很多次 才可以搞定的 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打算將來歐洲租樓的話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我一點幫助你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和給我一個讚好 還有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做得好和不好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好 我們現在立刻出發 立刻出發 立刻出發 立刻出發